繼續開市 主持黃偉傑 何啟聰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三晚繼續開市 今天港管都呈現一個弱勢震盪的格局 恒指低到74點 上午最高回升到26,433點 最多曾經升到132點 之後的股額就大了 美市最低落到26,169點 收市部26,2帝17點 跌74點 跌0.3% 成交比昨天再進一步增加 有2,674億的成交 看到今天那些新經濟股份繼續都被沽低 有部份資金就流入一些舊經濟股份 所以令到大市的交投就進一步增加 都想問Ivan 今天成交進一步增加 指數牛洪正方面的資金流流出多還是流入多呢? 是的 其實看回今天那個指數牛洪正的資金流的話 去到美市就看到有些資金入場就買了一些牛靜的 其實指數本身波幅是收窄了的 因為就是資金流似乎是沽一些新經濟股 買一些舊經濟股 那之後看到那個指數的變幅又不是說真的那麼大 今天大市仍然都是受制2萬6500點的阻力位 但是仍然看回到低位大概是2萬6100左右的水平 暫時都收得挺穩的 所以今天看到美市回落的時候的話 都看到有些資金入場再買一些牛靜的 嗯 剛才你提到的新經濟股今天都繼續埋估 先說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今天股價列口低開 跌幅就是接近一成的 收248的四年條100天線都跌穿了的 那都想問看見不見多了資金 在它那些看好的論證上拿底呢? 是啊 阿里巴巴以及騰訊都看到 有相當之多的資金入場去買他們的call的 阿里巴巴方面來說當然股價跌幅比較顯著一些 至於騰訊方面來說的話 值得留意的就是 其實接下來它就會出那個季度業績 季度業績之前的時候的話 雖然騰訊的股價其實都只僅僅是回落回去 先前是炒上600元樓上的時候那個起步點 但是都吸引了有不少的資金入場去買他的call和牛繩 還有今天北水也都再見到就是大手吸納騰訊 似乎就是內地的資金 就看好騰訊這一份的軌跡 大家不妨留意著這個軌跡 對騰訊的股價後市方面的影響 至於阿里巴巴方面來說的話 今天再急跌的話 落到250元左右的水平 都見到大量的資金流入去call和牛繩 可以說騰訊和阿里巴巴都是比較多的資金 去搏反彈的一個科技股的對象來的 嗯 剛剛提到有北水買入這個騰訊 今天北水全日淨流入 就是達到99億9千萬人民幣的 其中買得最多的個股就是騰訊 第二隻就是美團3690 今天美團的股價都跌近一成 收271元 那些軌跡的資金流有什麼變化呢? 是 那美團方面來說的話 看到股價也都未試跌幅加大的 主要就是受到內地可能說 反壟斷方面的那個因素影響 阿里方面也都有一些比較大型的科網的企業 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美團今天的股價美試的時候的跌幅加快 有些資金就入場繼續買美團的call 就薄反彈 但是挑選的條款上面來講 看到投資者仍然都是比較進取的 選一些很價外的一些的營構 留意始終美團的股價累積升幅都不小 如果說這次經歷過一個大的震盪之後 可能在比較低的水平的時候的話 一路可能要一些時間去橫行整股 持有太價外的營構證都會有一定的風險 特別就是美團方面的Wallin 相對的那個的隱身波幅水平 都會比騰訊和阿里巴巴為高 變成每天的時間值的選號都會比較高的 嗯 你講了ATM 講了X 小米今天就收22.25元跌2元跌幅 8%左右的 那個收市價都還是守著這條50天線的 小米方面的鸞正資金流有什麼的變化呢? 是啊 那小米其實看回股價 今天都是有比較顯著的跌幅了 早一段其實那個跌幅都不是說太大的 但是去到美市的時候的話 看到幾隻ATM跌得比較厲害的話 最終連X都是捱固了 也都看到有一些的資金 可能先前一流拿著一個小米的好倉的資金 也都是有一些止蝕的情況 如果你看回小米方面來說的話 股價其實雖然說這幾天是高位調整了不少 但是仍然都站穩 我記得早兩個星期之前的時候 我們就提過21元左右的水平 都是一個短期比較大的支持位 經歷過今天的下跌 其實股價仍然都還在這個水平之上一段的幅度 假如後市的時候要找一些技術支持位去留意的時候的話 可以留意大概20元左右的水平 也是一個比較關鍵的支持位 暫時今天的股價就是站著在這個50天線上面的 留意一眾的這些ADM、XJ 都是回落一些比較關鍵的支持 會不會說明天可能稍稍跌破 然後才反彈 或者短期之內有機會出現一些技術反彈呢? 大家也可以留意明天的走勢了 剛才你提到J 京東今天都跌超過百分之九 收視率就守住三百元大關 又可不可以講講他的走勢呢? 是啊 如果你說J方面來說9618 今天也是重錯接近一成 早段其實也是相對的跌幅就沒有那麼大的 但是去到美市的時候跌得比較急 全日低位收視遣守三百元這個水平 我們看回京東方面的話 也都是留意著三百元這個水平 短期可不可以為股價帶來支持 也都看回它其實也不是說突破了三百元這個位置很久了 就是在九月底的時候還是三百元以下 所以短期 你說雖然這些方望股在高位 都調整一定是幅度 但是也不是說有一個很明確的 技術大幅轉弱的一個情況出現著 暫時可以留意著這個三百元這個整數關口 如果說下一級的支持的時候的話 壓近大概二百八十五元的水平 留意可能這些網購股在雙十一之後的話 都會受到銷售方面的那些數據的一些影響 好 那麼多新經濟股 不如說回舊經濟股受惠資金流入的匯豐 今天最高見到39.3毛半 收39.2毛半 升了1.5毛半 升幅超過4% 它卵政方面的資金流入流出情況又如何呢? 是啊 匯豐方面來說的話 其實看到那個股價就是有個比較明顯地走強的走勢 過去幾天了 看到那個股價一直在向上突破 沒有突破三十五元之後的話 今天就進一步逼近40元的關口 都看到有些資金開始搏去股價後才可以挑戰40元 但是留意40元的阻力都不小的 還有環球股市炒舊經濟概念的話 其實都已經持續了幾天了 我會不會說40元的水平的時候 短期有一些整固呢? 大家都要新房有一個短期 又再可能出現了新經濟股又反彈 但是舊經濟股反而會有一些整固的情況出現 今天來講 看到就開始多一些資金 就部署一些匯豐撲的 如果大家想選擇撲的話 都可以參考一些比較貼價一點點 貼價一點點 高槓桿的 貼價一點點 但是比較敏感度比較高的一些 凝固症去做一個選擇 好 回來第二次的時間 師傅 其實雖然我們看到市場上今天有不少的股份 尤其是新經濟股的話 又出現重錯 但是指數方面就不是說有太大的變幅 主要就是因為恆子 其實也有舊經濟股支撐 所以收市其實借以點數計的話 恆子這幅不是說太大 這幾天看到大市就在2萬6樓上整固的話 開始越來越多一些資金 慢慢換碼在一些比較貼的牛證上面 如果看好恆子在大概2萬612的水平 完成整固之後 戒時如果說有機會出現 這個新經濟股反彈 可以將大市夾上去2萬6500點以上的話 可以參考牛證的選擇 分別就是有恆子牛證 比較高的選擇有5、3、2、4、7的新上市的 收回價25850點 萬二對一的牛證 以及恆子牛證5、1、7、8、2 收回價25712點 1萬對一的牛證 槓桿比率提供有大概49倍的 看淡的話可以留意一下 紅證方面的選擇 有53208和53517 53208這隻紅證比較貼價高槓桿 如果看到大市跌穿2萬6100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這隻比較高槓桿的紅證 做一個追股的策略 收回價26500點 槓桿比率59.6倍 1萬對一的紅 另外53517收回價26600點 1萬對一的紅 槓桿比率大概是47.7倍 師傅 我們都不如馬上看看 看一些科技股方面的表現 今天其實看到那個科技股 都是跌幅比較大的 特別是看到幾隻 之前那隻波幅都比較大的科技股 今天分別都跌近一成 比如阿里巴巴跌9.8% 美團跌9.7% 京東都跌9.2% 騰訊和小米都跌7到8% 跌幅都比較大的 你又怎麼看呢 就是整個這些新經濟股的時候 是短線的一個調整 還是這次的急跌 影響了中期的走勢呢 是啊 這次的急跌 我就覺得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 整個資金那個門檻 由一些新經濟的股份 流入流出來 流入一些舊經濟股份 其實是在美國那邊開始的 因為最近看到 就那個立指的表現就明顯是弱過 那個道指和漂泡 所以連帶我們這邊的新經濟股份 都會出現一個回吐的壓力 另外一樣就是那個政策的風險 所以就更加加大了這個股壓 在美股、立指還未出現那個資金 流出還未緩和之前 我相信呢 再加上市場對於政策風險的憂慮 可能一些相關的新經濟股份 受影響的股份呢 那個股壓會面對股壓會比較大 都可以等再低一些才去賣入的 是的 看回呢 就是剛才有師傅你說過 就是一個換馬的情況 其實呢 就是一個資金輪對換馬的情況下 其實在我們恆生科技指數表演分析裡面 大家都看到的 如果回到這一頁的時候的話 大家會看到就是 就是自這個9月份以來 其實這個恆生科技指數的話 其實是跑輸了這個恆子的表現 也就是說最近這幾天的資金輪動的話 使這個科技指數就是 反過來可能是9月到現在的時候 一個負回報 反而恆子就以指數水平計的時候 就是我們一個正回報的 今天也都看到 剛才提到的 就是說有部分的股份 可能跌幅都比較多一些的 美團 阿里巴巴 騰訊和小米 都貢獻了指數裡面比較大的一個跌幅 我們首先講回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都雙重打擊 先前就可能螞蟻上市方面 是要延期 要各自 另外一方面就是受到今天內地 7.07行使價289.08元 明年一月底到期 這個call提供的實際公關比率 大概是8.3倍左右 另外如果看好看淡的時候的話 其實也有一些牛紅症方面的產品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9988方面的牛症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收回價 在240元以下的牛症 就是64582 收回價238.88元 公關比率17倍的 阿里巴巴的牛 另外如果說 紅症方面來講的話 留意一下可能 紅症暫時現價來算的話 其實公關比率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距離現價都比較遠 如果想減紅症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63735 收回價318.88元 公關比率 就是有大概3.3倍的阿里巴巴的紅症 講到這個反動斷法 比團都擔心會面對這個政策風險 今天股價都跌近一成的 美團的卵政又可以怎麼選呢 是啊 美團今天跌幅比較大的話 也都吸引了有些資金 就入場去搏反彈的 但是留意到 不少朋友還在選擇一些 比較價外的美團的卵政 這個就要留意一下 萬一政股繼續下行的時候 譬如說 如果跌穿了50天線 265元這個位置的話 那就要留意一下 是不是要做一些活馬 或者如果真的 持有太價外的窩倫的時候 可能要考慮先行止蝕了 至於如果說 美團方面的call 純粹是做一個短線薄反彈的部署的話 可以參考call的選擇 就是26568 這個比較有價外的 行使價是366.66 明年3月份到期call 實際的槓桿比率 大概是5.8倍左右 但是也可以考慮 用一些比較貼價的美團call 去做那個部署 如果比較貼價的美團call 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也有一種產品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26036 26036 行使價330元8.8 這個call 明年3月份到期 實際槓桿比率 大概是5.8倍左右 美團call 也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26036 至於看淡的 我覺得美團有進一步下行的風險 可以留意一下put的選擇 有25078 行使價228.8.8 一成本格外幅度 明年2月份到期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5倍左右 嗯 騰訊會明天公布第三季度業績 那它的卵證那個部署策略 可以怎樣做呢 是啊 那看到其實騰訊 今天就是有一個比較大的跌幅 明天就會在收市後公布 這個季度業績 看到資金反而在這兩天 是大首級立回騰訊的call 那如果說看回騰訊的股價 其實都是 只是反回回大概幾個星期之前 急升之前的起步點 大家記得有一段時間 其實騰訊的股價 一直在500到550元橫行 那下去這個位置的時候 今天都已經看到有不少資金入場 似乎這些資金都比較看好騰訊這份業績 如果看好騰訊這個業績 可以帶動股價出現反彈的話 可以留意一隻騰訊方面的call 想選一些貼價小的call 可以留意這一隻call的選擇 就是有這個15964 15964是騰訊call 行使價621.28元 明年一月份到期call 這些證提供的實際槓桿比率 有大概是10.4倍 比較貼價高槓桿的證的選擇 就是15964 如果你想看這個put方面的選擇的時候 也可以留意一隻 騰訊put 22605 行使價514.5 明年一月份到期put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8.2倍左右 京東9618 會在後日星期五公佈規矩 他卵征又可以怎樣選擇呢 是啊 京東今天也跟隨一眾的方網股 是未時向下跌幅擴大 但是暫時遣守300元 看好覺得他接下來的股價 是會有支持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 京東的call有25559 2559這隻京東call 3月份到期的證 提供的實際槓桿比率 大概是6.6倍的 是的 我們就說了ATM和J都說了 說了X小米的卵證又可以怎樣選擇呢 是啊 1810你看到這個股價 其實今天都是跟隨科網股向下 暫時還是搜到這個50天線附近的水平 50天線現在是22的3號8 如果看好50天線附近 可以為股價帶來支持 就是想留意他的call的選擇 可以參考有隻26206 26206這隻小米call 行使價28.08元 明年3月份到期call 提供的實際槓桿比率 大概是5.4倍的 至於110方面的牛紅症方面 如果想做一個部署的話 牛症方面可以選擇 就是有這個52639 52639這隻小米牛 收回價20.28元 公關比率7.2倍 體探紅症選擇50.489 收回價27.8元 公關比率3.3倍 嗯 剛才你提到 今天的指數行指變幅不大 就是一些舊經濟的股份就撐著 好像匯豐那樣 今天就升超過4%的 它的卵證又可以怎樣選擇呢 沒錯 匯豐方面來說 今天的股價表現相當之強勢 也都是以日中的高位收市 最高價是39.35元 收市都收到39.25元 不過逼近40元這個重要關口的時候 都開始多了一些資金 做回看淡的部署 如果想看淡的話 可以留意put的選擇 有些16677 16677這隻叫匯豐put 行使價32月267 明年4月份到期的put 實際的槓桿比率大概是6.9倍 相反如果看好的 覺得它接下來有機會突破 這個40元樓上的話的水平 我可以留意call的選擇 有隻19821貼家證 明年的一月份到期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8.3倍 看匯豐的牛洪政選擇 牛政方面可以留意有64493 收回價33.38 槓桿比率6.1倍 洪政方面有69926 這隻比較高的共鋼 牛洪收回價40元樓奧 共鋼比率就是12.7倍 好 今天提到的股份 Ivan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我都沒有的 今晚時間差不多了 明晚和大家再見 拜拜